我们瓷器有个系列 谈过去说宋代五大名谣 实际上是中国古代五大名谣 我们相继谈了鲁冠割军 今天升了最后一集 就是定谣 过去的这个 这个五大名谣的排序 有各种排序方法 我比较习惯于说鲁冠割军定 所以定谣就割到最后 定谣相对前面 那几个谣口来说 相对定谣还比较好谈 我们前些年 前些年大概五年前吧 纽约苏比拍过一个小碗 13.4公分就这么大点 那盒子里就是一个定谣小碗 比这个13.4公分的小碗 还大不到两公分 那个是15.3 一会你看有多大 当时估价是多少呢 是20万美金 结果这么小的一个定谣碗 最终呢 在五年前 以222.5万美金呢 被欧洲最大的股总商呢 买走了 股总商买走 他还得卖 那么这故事很神奇啊 是送拍者在五年前呢 他在这个纽约的跳色市场啊 花了三美金 买了 买了以后在家摆了五年 由于国际市场啊 中国古董天天暴冷 那前些年啊 就天天的创世界纪录 所以呢 这主人就按耐不住这内心的好奇心 就把这个碗呢 就送给了苏比拍卖公司呢 想碰碰运气 就说那你说啊 我们生活中什么叫时来运转呢 我估计你问这位老兄呢 他肯定能跟你说清楚 什么叫时来运转 就他三美元买了一东西 最后卖了222.5万美金 这个数字在纽约 可以买非常好的一套房子 那我们就说啊 就这么一个白碗 说今天再普通不过的一个碗啊 白的凭什么卖这么贵 我告诉你 就凭他在1000年前 他是全世界最高科技的代表 当时呢 皇帝啊 宋代的皇帝和百姓呢 都能用上这样洁白的碗 那欧洲呢 欧洲人啊 他没有这么好的天然的器皿 我们说天然就经过烧制的这种器皿啊 你知道欧洲人为什么 你跟他吃西餐的时候 他特别愿意拿一面包在那擦盘子 最初他那面包是当盘子用啊 那盘子上摆点菜吃完了 最后把这面包就是就这盘子一块吃了 那时候他的餐具不行 欧洲人能够真正意义的烧瓷器就300年的历史 那么定谣这个在这个古董市场并不少见啊 他其实挺多的 这房品呢也做的特好 就很多人就窒息 一看这个就不敢下手 说什么泰 这东西仿的这么一模一样啊 所以今天很多定谣呢 在市场上就是个漏 这定谣鉴定比较难 在乳官歌军定里可能算是最难的 我们社会啊 就是这个热衷于各种八卦 你想一个估价本身就很贵的一个小碗 最后又卖出十倍十多倍以上 又有这么多的生活的传奇 这其实都给我们生活中添一佐料啊 到底这事是怎么回事 咱也不知道啊 就是说也许啊 这东西对卖者来说 它是个甜事 但是对于买者来说 它就是一个苦事 为什么苦事呢 就是买贵了呗 对不对 当时脑袋一大 一热 脸一热 举高了 但旁观者什么感觉呢 旁观者既不是甜也不是苦 旁观者大部分人是酸 这行里的人很多人说 哎呀那东西买那么贵不值啊 什么这都是很酸的感觉 那么对于拍卖公司的感觉 它就比较复杂 就是拍卖公司的感觉呢 是苦中带有甜酸 苦是什么呢 拍卖公司说两头催账啊 一开始是 这个想办法找东西 然后卖完东西就得想办法让人付钱 付了钱再把主要的钱给了卖家 所以拍卖行是苦中作乐 那所谓它是甜酸或者酸甜呢 是它既有酸不溜溜的感觉 说我们这么多人费了那个劲 卖了这么大一个价钱 主要获利者是委托方 那甜呢 还是因为拍卖公司呢 空手套白狼啊 就是不拿钱 只拿东西两头赚钱 天下没这么好的买卖 那后来我就 这个 就我也好奇啊 我也八卦啊 我就打听呗 打听呢 人家说这故事倒是听着挺动情 说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啊 说这故事就是有点影子 一路瞎编一路润色 最后弄假成真 然后呢 你弄假成真 大家就宁肯信信这真的 就这假真 不是真真啊 那我们再说啊 就这个拍卖中呢 到底有没有真事 有真事 太有真事了啊 有的记录很清楚啊 比如2014年的时候 还是苏比春拍的日本古董商 版本武郎 就藏了一个定谣花花的 一个巴棱的大碗 这碗卖了多少钱呢 你听着有点晕啊 他卖了1亿4680万港币 1亿4680万港币 那巨大的数字 当时这个价钱仅次于 那个乳窑成交啊 成交的那块乳窑的 这个高股瓷器 在高股瓷器中 那其他的像 官窑 割窑 军窑都抵不上他 那么那这个碗 你就说呢 版本武郎哪来的 肯定不是版本武郎烧的呀 1971年的时候 1971年我们正值 文化大革命中 1971年我要回想我呢 我1971年 刚从东北回来 那年我16岁 在家里游荡着 准备当兵啊 那个年头 这个版本武郎 在伦敦的苏比啊 是以4.9万英镑 差一点不到啊 5万英镑 够得 5万英镑 你今儿听着说 5万英镑英镑不就合10块钱吗 那就50万 50万不贵啊 你知道 这个40多年前 这 5万英镑是天文数字 那时候我觉得 国家让银行拿出5万英镑都很难 因为当时拍卖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明代的成化的一个斗彩鸡钢杯 我们讲过鸡钢杯吧 卖了218吧 当时那鸡钢杯才卖1.4万英镑 就换句话说 版本武郎买的这个 这个碗 差不多能买4个 这个斗彩鸡钢杯 可见 这几十年 国际艺术品市场的一个变化 和审美趋势的变化 早年的审美啊 就是在几十年前 国际上的对于艺术品的审美 都是高规格的 高品位的审美 这些年因为土材住越来越多 所以土豪去买东西呢 他是凭直观买 他看着那东西简单漂亮 喜欢简单漂亮 所以呢 这些年的国际市场最漂亮的东西啊 就是俗称最漂亮的 就百姓们能看懂的这种漂亮的东西呢 都会卖的很贵 中国古代的这五大名谣啊 就是如关歌军定啊 这个 这四大名谣啊 就是汝谣官谣歌谣军谣的 这个他都有各种问题啊 比如有的是谣指 没有发现 有的是烧造年代 存有争议啊 但是这里呢 最没有争议的呢 就是定谣 因为定谣的谣指和烧造年代 这两项都不存争议 定谣的谣指在哪呢 在今天的河北曲阳啊 河北曲阳的临山镇 就是河北曲阳呢 是这个时刻啊 时刻家乡也是那儿啊 因为曲阳呢 在唐代的时候 在五代的时候 北宋时刻属于定州管理 所以就要定谣 我们古代的 唐宋时期的谣口 一般都以州计啊 比如我们现在说的定谣 可以全称为定州谣 比如要州谣 这直接就全称啊 你比如阅谣 也可以称之为阅州谣 行谣也可以称之为行州谣啊 就这么个意思 那么定谣 它稍造一开始 它肯定是在唐代后期啊 然后经过五代到本宋 达到一个繁荣 元以后就逐渐逐渐 这个衰落了 为什么衰落呢 是因为整个阵起来了 高领土的使用时 其他瓷器都衰落 那从时间这个角度上讲呢 定谣比其他 这个我们说的四大名谣 乳官割军呢都早 他是个老大 定谣烧造的品种 不简简单单的就是白瓷 其他的你比如黑的啊 这个棕红色的啊 花的啊都烧 那么乳谣 官谣歌谣军谣的 基本都是定型的 因为他 他们都属于清瓷系 而定谣是白瓷系 那么白瓷是中国陶瓷史上 对重大的进步啊 这个把瓷系烧白了 我说过是 我们的先人追求 这个陶瓷成就的第一目标 那么唐代的时候呢 行谣啊 行谣烧白瓷嘛 我们说南清北白嘛 北边的白瓷就是由行谣烧制的 他风靡天下 那么定谣呢 实际上是受行谣的影响 因为他们俩都在河北烧制嘛 两个地道的谣址相距呢 不足这个200公里 所以呢 有一路 这个白瓷啊 就是尤其五代时期的白瓷呢 他行定不分 他为什么会行定不分呢 就是你知道他都是白瓷啊 你要是外行人看出这俩没啥区别 但是内行人能看得很清楚 行谣的特征和定谣的特征 但是有一路的瓷系呢 他行谣和定谣的特征都兼货有一点 所以即便最有名的专家 判断起来也有难度 那定谣呢 他真的他除了烧这白瓷以外 他还烧黑瓷 烧酱酱的 烧绿酱等等品种比较少 那么黑幼和酱幼呢 文献中都有记载啊 那个记载都很清楚 比如叫黑定默定啊 黑和默是一色嘛 比如有红定紫定 这个红定和紫定 一般来说都指那种 带有酱红色的颜色 但有人认为那个紫定呢 还就真是紫色的 你甭管它是什么定啊 就是带有各种颜色 古董成书最早的 我们讲过一本书叫 《格谷要论》 是红武21年明初 这个曹昭写的 那曹昭呢 他是原末明初的人 他记载了很多东西 跟元朝有关 他说有紫定色紫 有末定色黑如漆 土俱白 其价高于白定 俱出定州 他说的很清楚 说这紫定末定呢 甭管他啥啥 他的胎土都是白的 他价钱呢 在那个时候啊 在明朝初年的时候 价钱已经比一般的白定呢 要高 他说了这个 拒出定州 就这意思 其实啊 并不是到了明代啊 紫定末定呢 才名贵啊 其实在宋代的时候 就比较名贵了 因为 北宋有个人 叫邵伯温 他在邵氏文件录中呢 有记载 因为北宋的人 记载北宋的事 就比较真实 他说当时呢 宋仁宋啊 仁宋就是 黎毛焕太子里的 那宋仁宋代 第四个皇帝啊 那么宋仁宋呢 他在宋代皇帝里 是非常简朴的啊 他有一次上 他那个宠妃啊 张贵妃那里呢 他就看到一个定州 红瓷器 他就问 说这东西你哪来的呀 妃子就跟他说 是一个叫 王拱臣的大臣送的 皇上就有点不高兴了 就说他说 我经常跟你说 不要接受那大臣的馈赠 你知道他为什么 他送你啊 他不是讨好你 他讨好我啊 说你怎么我说你不听啊 随手就拿那个祝福 就把这个瓷器给打碎了 你看啊 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啊 当时他把这个东西打碎 那肯定贵妃 你什么妃 你这会儿也害怕 对不对 那么 他打碎 他并 皇上打碎这件瓷器 并不是不心疼这个瓷器 而是警告他 所以呢 张贵妃就非常愧疚 宋仁宋呢 就尽管他特别宠爱 这个张贵妃 但是对他的要求 还是很严的 皇上要求的严格 一定是从我做起 肯定不是从别人做起 那这从侧面提示了一个问题 就说这个红定 红定啊 也就是有人说是子定啊 说在当时就比较贵 不太好烧 要不然皇上犯不着 着急上火 跟他发这么大脾气啊 因为这段记载 是北宋人的记载 相对来说就比较真实可信 那我们看定谣啊 说定谣就是一白瓷 他有什么装饰啊 他除了颜色白以外呢 他有装饰啊 我们说的五官歌君 这四个著名的谣口呢 他都是以右色取胜 以右色取悦社会 定谣不仅仅是以右色 他还有文士 所以他有刻花花 还有印花等等 那么定谣早期的工具中呢 最早啊 你注意看五代时期的定谣 他有凸起的花 这东西叫浮雕 他为什么是浮雕呢 就我想他跟当时 曲阳的地区的这个石雕 是相互之间是有影响的 因为曲阳产这个汉白玉啊 我们天安门广场 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 那个汉白玉 都是来自于曲阳 工匠也是来自于这个曲阳的 那么定谣的文士呢 最初呢 他作为表现形式 他直接原因呢 是他的右面非常薄 你知道这右面一薄呀 他在哪的覆盖都差不多 所以他的文样就比较容易表现 那有你像君谣 他就厚 他在拐弯抹角的地方 他会堆积右 那你一雕刻那文士都看不见 所以这个君谣基本上不雕 除了元朝人 有时候笨不垃圾的雕几刀 他一般他都不雕 所以定谣不仅仅有他右色之美 他有他的文士之美 那么到了这个宋代后期啊 尤其到了金代的时候呢 由于定谣这个需求量大 大幅度提高产量的时候呢 他用的就是这个磨印技术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啊 定谣的产地啊 稍造时间产品都非常清晰 是吧 都非常清晰啊 好像没有什么不可解的事 其实呢 一样 就是历史老有谜团啊 我们就老说这历史的谜团 你解几 解不清 我们试图把它说清楚 那么定谣上呢 有一个特别特殊的现象 跟其他谣口啊 他有大量的 上面刻有刻画的文字 你像五官歌啊 五谣我们讲过啊 除了个别的奉化什么 是事先刻的 大部分上面的字都是后刻的 君谣那个 很多一二三四的数码也是后刻的 他内容都比较简单啊 歌谣很少有刻 你再有什么官谣歌谣 那刻的字都是前隆前前刻的 那都不算 只有定谣上面经常刻字 刻什么呢 比如有上时局上要局 这个上时局上要局 是属于当时宋代皇宫里的 六上局之一 这个宋史中呢 有明确的记载 他说反总六局 约上时 长上修之事 约上要 长何即 整后之事 什么意思呢 就上时局 就管你吃饭 膳食 上要局 就是说白了 就是管你的药 管治病的这事 你比如我们前一年啊 看韩国的那个历史的这个电视剧 比如这个当时影响最大的那个 我还看了几眼呢 大长 大长金 大长金的女演员还真的是 就是挺漂亮的啊 那里的到处都是什么 上宫 比如韩上宫啊 崔上宫啊 那崔上宫好像是一个比较恶的人 是吧 那么上时局上要局的这个对应的就是这上宫啊 他就是一个一个一个植物啊 那么定谣的白词里 当时专门为这个公平啊 这个预扇和用药呢 定烧的这个瓷器直接就写上 就是就直接用戏的这个利器在上面刻上了这些字啊 就上时局上要局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 那么看到的还比较多的是什么呢 写关款 就写一关字 还有写新关的啊 这我都有写关字写新关的 那么大部分人会解释说这就是关瑶啊 说当年呢 我们说那个唐代关瑶写一迎字啊 白宝大迎库啊 说这个宋代关瑶就写一关 还有写新关 那么这事就有点问题啊 有人说这个是是地方关瑶 什么叫地方关瑶 有人还说这是关样啊 其实他这个关字啊 没有你那么明确 这个后代的概念 我们一时说一时的事 看历史就是这样 你别拿今天的事说历史 你也别拿清朝的事说明朝 拿明朝的事说宋朝 明清两代官瑶底下写款 主要是写年款 对吧 大明宣德年制 大明成化年制 大清康熙年制 大清乾隆年制 他都是这个写的年号款 那写一关 什么意思啊 他这个关跟民是相对的 他为什么不在上面写一民 他写一关呢 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呢 这个关是公的意思 公家的意思 我们前些年啊 起码在我年轻的年月里 你走到全国各地 任何县城招待所里 他上面都写公用 单位的暖弧上写成公用 这实际上就是这官的理解 就是官方的 公用的 跟官瑶没关系 所以你今天再看了大量的 这个客有官字的官款啊 比如写新官 那新官啥意思 是吧 新官肯定 那你要说这个官瑶是个新官瑶吗 也不是 他也是一百万 那么这个新官的解释就比较模糊 我们到今天没有特别有力的解释 我有证明的解释 再看 我去研究一下